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月光下的一世界之旅,小说剧情 上一期中,学员记遭怪物破坏 为了平息这次混乱,男主开始行动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确认了莲布兰德夫妇的安全后,男主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莲布兰德为伊尔姆干德变异体战斗中的女儿们感到担忧 并质疑学员的安全维护措施是否保证学生的安全 之后,男主决定留在学员与从者们一起保护学员 而莲布兰德则决定前往商人工会,夫人也决定与他同行 男主安排巴的卷卒作为护卫,确保夫妇能够安全抵达商人工会 莲布兰德讲述了他与商人工会代表的关系 试图利用他作为商人的经验来平息这次混乱 男主护送他们离开后返回了学员 回到竞技场的男主目睹了伊尔姆干德变异体暴动的样子 学员投入了被称为子军团的魔法师团队进行战斗 但他们被伊尔姆干德勤而易举的吞噬 勤等学生试图参与战斗,但却无法做到有效的行动 男主派巴去调查城市的状况,并请求了石的协助 由于伊尔姆干德的压倒性力量,战局更加恶化 男主意识到这种情况下行动可以改善商会的印象 所以计划将来宾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男主决定与巴一起前往来宾席,协助他们安全转移 男主意识到,为了应对当前情况 有必要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所有手段 以此决定了葛叶商会的行动方针 这次魔族的行动暴露了罗茨加德及周围城市防御能力不足的问题 并将成为加强学员和罗茨加德的防御体系的契机 此外,男主和巴借此行动获得了能提高葛叶商会的价值 展示了他们存在感的机会 男主和巴成功来到竞技场的来宾席 提议将来宾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最初,学院长和来宾们难以相信这个提议 但冒险工会长鲁特的发言 加上实际演示证明了转移的可能性 莉莉皇女和其他来宾们也因此同意了巴和男主的提议 与此同时,利米亚国王及其随行人员 决定直接面对伊尔姆干德 请求男主将他们转移到战场 男主借来了巴的威差 具有转移能力的箭 将利米亚国王和他的随行人员转移到了战斗地点附近 在这个过程中 男主与利米亚国王就伊尔姆干德的情况 以及男主的学生们的战斗能力进行了交流 利米亚国王询问伊尔姆干德变异背后的原因 要求伊尔姆干德的父亲霍普利斯做出解释 霍普利斯否认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并声明他儿子的行动是个人决定 最终利米亚国王决定自己亲自前往战场 直接对抗伊尔姆干德 男主将利米亚国王和他的随行人员转移到指定位置后 也开始协助他们与伊尔姆干德对峙 转移成功后 利米亚国王对男主的转移技术表现高度评价 并表示想要在之后详细了解 关于伊尔姆干德的异常 利米亚国王向霍普利斯表示 他已做好了面对未来的觉悟 男主解释了伊尔姆干德除了活属性外没有弱点 战斗呈现出娇灼的态势 在战斗中 其他变异体也开始出现在观众席上 男主开始采取行动保护利米亚国王等人 在此次战斗中 王子暴露女儿身 原来是女扮男装 最终男主成功地击败了变异体 保护了利米亚国王等人的安全 阿威利亚在石和林的支持下 与伊尔姆干德开始战斗 同伴们在与曾经的同学战斗时 犹豫不决 攻势渐欢 然而 伊尔姆干德变异城的怪物 以强大的力量开始进行着反击 这也使阿威利亚下定决心 为了胜利而杀死伊尔姆干德 并借助西服和出云的力量发起攻击 阿威利亚通过西服施加的魔法剑师 瞄准伊尔姆干德的要害 并最终成功击败了他 战斗结束后 阿威利亚腹部受伤倒地 失去了意识 与此同时 伊尔姆干德的父亲 利米亚王国的霍普利斯加 现任家主也在那里 那场面真像是命运女神的恶作剧 阿威利亚等人最终克服了 充满波折与苦难的重重试炼 巴将除了利米亚国王一行外的来宾 转移到了庇护所 之后以护卫的名义 守卫着庇护所入口 他负责把握来宾们的动向 并通过心灵感应 向商会成员发出指示 在与鲁特的对话中 两人谈论了当前的骚乱 和男主未来道路的话题 鲁特询问了巴 关于男主能力变化的问题 巴则暗示 男主在能力方面有了巨大成长 鲁特又提到了人类社会的底牌 揭示了被女神宠爱的 特殊血统的人类的存在 巴在交换了情报之后 与鲁特告别 随后继续向商会下达指示 并更新庇护所的信息 与商会的员工 一起冷静地应对城市中的混乱 在庇护所内 鲁特听到男主 已经变得足够强大到 可以击败他的消息 尽管感到震惊 但也感到期待 他认为 男主甚至有可能成为 击败女神的存在 考虑到女神目前无法行动的情况 男主可能非常幸运 鲁特期待着男主的力量的成长 小声地表达了 希望有一天 能够与他并肩看到同样的风景 他的表情显得很满足 同时用充满难以接近的氛围 阿贝利亚 霍普利斯杀死耶尔姆干德的事实 引发了众人对此的思考 尽管石对他们进行了忠告 学生们仍然开始对战斗 产生明确的迷茫情绪 这一方面暗示了霍普利斯家 与利米亚王国紧密关系 另一方面 展现了石等人 不神入学生和人事物的 教师般的立场 学生们的战斗 虽然未能达到理想 但这是出于他们试图 拯救耶尔姆干德的心理 这一点值得赞扬 在利米亚国王 与舒亚王子 以及利米亚王国启事的交谈中 王子决定将边境待命的军队 派往罗兹加德 学生们由于战斗 感到疲惫和心理负担 尤其是阿贝利亚的 疲惫状况引起了注意 尽管接受了石的治疗 但受战斗时的记忆和复杂的 情感影响 沉重的氛围仍然笼罩着学生们 男生鼓励学生们休息 解释他们仍然是学生 没有必要继续参与战斗 众人为了疏散利米亚王国的群众 开始采取措施 霍普利斯先生对此一度奋起反抗 但最终还是统一了疏散计划 隔夜商会的商店被变异体所摧毁 男主对此感到心痛 但仍然积极地处理着事态 拔告诉他 除了商店招牌 其他东西都打算放弃 万幸 重要的物品已经妥善保管好了 男主虽然很受打击 但也积极地考虑去重建 之后 男主在仓馆街听到尖叫声 发现群众正在受到变异体的袭击 决定前去救援 在战斗中 他成功消灭了一只呈章鱼形状的变异体 教授结束后 许多人被引导到避难所 男主也与名为埃斯特路的女性合作 前往了避难所 男主走出商店被破坏的阴影 开始拯救人们的行动 展示出他的决心与勇气 林在勤等学生离开竞技场时 只是实现走 他则选择留在舞台上 在那里 他开始处理试图重生的变异体肉块 这块肉块是伊尔姆干德霍普利斯的肉体参与 他的记忆和性格以某种形式保留在其中 伊尔姆干德在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羞愧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渴望生存的意志 然而 林选择将他试图重生的肉体彻底摧毁 作为他过去行为的赎罪 伊尔姆干德试图抵抗 但最终还是被林夺去生命 这一事件描绘了林对伊尔姆干德的敌意 以及他会对男主带来麻烦的人 毫不留情地进行制裁的性格 最后 林思考着想这个利米亚的勇者的名字 与时重新会合 由于魔族所制造的变异体骚动 罗兹加德学院都市陷入混乱 男主对此在亚人平民窟避难 在进行过情报交流和确认情况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此时通信网络已经崩溃 城市各处的魔法装置影响了念画的进行 这些装饰是魔族花费了很长时间设置的阻碍人类的念画 此外 变异体仍在增加 避难所中出现了变异情况 商人工会组织了自卫部队开始清除变异体 男主因为仍然可以正常地使用念画 而并没有感到担忧 他决定积极行动 避免与变异体和人类接触的同时 离开亚人平民区 前往学员寻找对应策略 在途中 男主与仓管遇到的女性埃斯特路交流 他告诉了男主有关能在未来赚钱的消息 身为临时讲师的男主 在如此紧急时刻却不在学员 这遭到了学员长的强烈责备 得知学员长正在采取行动消除变异体后 男主解释自己也在努力帮助居民疏散 在学院的庇护所里 也有许多精通念画术的人 正在与多个部队进行通信 男主表示 相比先责备他不在学院 不如合作解决危机 于是他被委派负责罗茨加德东北部的变异体讨伐任务 莉莉黄女和采绿向男主表示感谢 并与他达成合作协议 男主则与巴一同前往了东北区 此时的学生宿舍 学生们正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非常疲惫 男主在宿舍里见到了接受治疗和护理的学生们 在与秦等人见面后 了解了他们的状况 男主向学生们解释了当前状况 并警告了他们学院外面的危险 学生们表达了想要与变异体战斗的意愿 但男主请求他们在宿舍里保护其他学生 男主也向学生们保证 他们的家人是安全的 让他们放心 最终秦等人接受了这一建议 男主与从者们一同前往东北区 进行变异体讨伐任务 前往工会的路上充满了战斗 男主与巴、丁、十一边击退变异体一边前进 截刃总共击败了15个变异体 而在接近商人工会后 又发现了残余的6个变异体 截刃成功到达了工会 并受到了莲布兰特和扎拉代表的欢迎 莲布兰特紧紧拥抱男主 关心着女儿们的安全 扎拉代表则谈到了他们艰难的处境 男主解释了他之所以迟到的原因 因为他在优先确保避难所的安全 和引导居民避难 莲布兰特承认了男主的商会员工的强大 扎拉代表也承诺将与男主的商会合作 男主告别巴 委托他留下防止变异体再次出现 并进行商会的回收工作 在讨伐变异体行动中 男主提议让联合时竞争消灭剩下的变异体 承诺会实现圣者一个特别愿望 林和时对此充满兴奋 男主随后又附加了限制条件 表示 只限于自己可以解决的愿望 莲布兰特和扎拉代表 谈论了男主和他的商会 两人是老朋友 莲布兰特一直以直率而粗放的口吻 与扎拉交谈 扎拉对于葛叶商会的存在感到困惑 对他们的强大感到愤怒和麻烦 莲布兰特似乎在享受扎拉这样的反应 一边承认葛叶商会的强大和他们的不走寻常路 一边强调他们的力量对罗兹加德有益 扎拉指责葛叶商会无视商业的基本原则 对他们打破传统的方式表示质疑 莲布兰特却赞赏葛叶商会实践了 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的商业基本理念 并表示 这种方式最终能给城市和世界带来利益 扎拉表示 自己难以理解葛叶商会的实力和他们的行动 而莲布兰特则示意葛叶商会背后有无法估量的力量 巴赫林这样超过1500级的强大存在 就是属于葛叶商会 扎拉对此感到震惊 两人讨论了他们在过去战争中得到的教训 以及当前的状况 思考了葛叶商会通过生意消除疾病和咒病的理念 莲布兰特肯定了葛叶商会所带来的变革 建议扎拉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扎拉仍未完全认同 葛叶商会的行动和存在将如何影响罗兹加德 结果将如何发展目前还是不明朗的 但莲布兰特坚决决定继续支持葛叶商会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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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